巴基斯坦的哈塔夫二型地对地导弹,与人们普遍意想中不同的是,巴基斯坦的弹道导弹计划开始时间,要比世界上很多国家晚得多,甚至就在伊拉克已经能用自己生产的的侯赛因弹道导弹同伊朗展开习程战的时候,巴基斯坦的同类型武器还连个雏形都没有,只是刚刚在纸面上有个计划而已。 不过与那些起大早感染机,延至进度长期徘徊不前的国家相比,巴基斯坦的弹道导弹延至工作进展,却又快得多,在该国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巴基斯坦弹道导弹计划顺利完成弯道超车。 不但有了种类比较齐全的各种导弹,而且大部分都能实战部署,完全可以说是后来军上,巴基斯坦的幻影赛战斗机群。 但是,也正是由于巴基斯坦弹道导弹计划进展的过于顺利,所以当时江湖上就开始有谣言指责说,是同巴基斯坦关系密切的东方某大国,向其输出了相关技术,打破了南亚地区的军队平衡。 其实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因为如果追溯根源,巴基斯坦的弹道导弹技术,最初来源,恰恰是西方大国的另头羊之一,巴兰西。 当然,法国人也不傻,这种敏感技术,肯定不是直接输出的。 实际上,法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要比大多数人想象中密切的多,幻影战斗机和埃格斯坦潜艇就不说了。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巴基斯坦弹道导弹计划刚刚开启的时候,巴基斯坦首先找到的就是老朋友法国,然后在法国有关部门的默许之下。 巴基斯坦顺利的和法国航太公司以研究民用它空火箭的名誉,建立了业务关系,巴基斯坦弹道导弹图谱,左一级维哈塔夫一。 根据当时双方秘密达成的协议,法国航太公司不但接受了大批巴基斯坦技术人员前来参观学习,而且还向其交付了最新式的龙式探空火箭的图纸。 更重要的是,法国航太公司还转上了诸如固体燃料发动机,高温材料和火箭测设装备,这类敏感高端技术。 而这一切,双方军是打着民用探空火箭的名义进行的。 巴基斯坦弹道导弹技术已有一定水平,正是依靠这些来自法国的技术和图举,巴基斯坦打下了发展弹道导弹的坚实技术基础。 然后顺利的研制出了哈塔夫一型弹道导弹,虽说这款弹道导弹与其说是一款导弹,还不如说是打号的火箭弹,但是他毫无疑问的是巴基斯坦其之后一系列弹道导弹的鼻足,属于开山之作。 所以说,关于巴基斯坦的弹道导弹技术来源很明确,某些必有用心的国家就不要怪东怪西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